请示上师同修来佛堂多年 修学总是颠颠倒倒 有时发心 有时却逃避退说 当家人遇到灾祸节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才赶快地许善愿 做功德 其请上师三宝的加持 几乎有 但是当家人的灾祸节 平安度过了之后 却又忘记了自己的誓愿 请示上师有此心态的同修 应该如何去做修正 那同修之间又应该如何的鼓励 与他一起度过难关呢 恭请上师您开示 苟且都没有正视自己问题 不知道我们自身的罪业是很深重 不知道自己有多差 所以就是平常少观察 所以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如 你看以前到北京 去清静的加密安活佛 那北京的司机 他就跟我讲 不到北京 你就不知道你的官小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很多各省市 有很多当县长的 当省长的 什么厅长的 在地方上那就像土皇帝一样 呼风唤雨 到了北京一笔 边都沾不上 那北京的高官 权贵很多 那当地的司机 在我的时候跟我讲 我就听他讲一讲 确实是这样 那我们人生在世 都少观察 或者对诸佛菩萨的功德 还有他的体性 都少修学 所以你就不知道自己多差 多不如人 才不会体力精进 这是能过且过苟且度日 那一旦有什么样的无常 违缘逆境或灾祸节 降临在自己的家亲眷属身上 你发现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种灾祸节 它已经不是你在佛前 掐杯 做个几百几千几万的功德 可以化解的 那时候你就急得跳脚了 那时候你就讲 我为什么不好好修行 我为什么不好好度众 度众生他不是 度众生不用花钱 他只要你用心力 可能要用一点时间 那度众生是救人 人家来学习佛法 离苦得乐 消灾化解 像这种方便容易做 你有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那所以你苦难来的时候 能怨得了谁 像这个韩山时的和尚 在讲很多贪污 贪财的那种出家人 变成牛的时候 那个牛他在传戒的时候 闯到金堂 在那边摸摸叫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他说 而今遭此就有怨证于何人 你今天遭到这个报应 你怪得了谁 你通通都是自己造成的 也就是说 当你的家妻眷属在你眼前 受得极大的痛苦 你在那边非常的恐惧 非常着急 你反而来问我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佛不救他 佛不救我妈妈 不救我爸爸 不救我弟弟 不救我小孩 你问我 我跟你讲 你问我 我问你 那你平常是什么表现 你平常可以做 能做 你为什么不做 你为什么罪业这么深重 都不忏悔 甚至都还警告你了 你都还不放心上 那你怪得了谁 所以你一旦等到 我们这个度人 像学佛修行在度人 一个人他如果有修行 有功德 有善德 他又在资历利他 他这个家人 会慢慢慢慢地 被他给提振起来 家里的境界就很好 我们当场有几位 会先是有很多 爸爸根本不可能学佛的 忽然他学佛了 忽然他戒烟戒酒了 这妈妈根本就反对到底 一辈子不会拜佛的 他皈依了 家里一个一个就有这种 瑞相显现 而且是自动的 顺缘就承办了 但是我去观察这些同修 他都是这几年下来 很认真 很用心在行持 他不敢犯诗的 脚踏实地这样也慢慢地耕耘 终于这个瑞相显现 那在道场 他也是都配合道场的 道物推动方针 如理如法的 红法半道 很重要 如理如法 不如理如法 你红法半道 你来道场没有用 你会造业 那像这些人 他得到了 他逐渐得到 他的甘美的果实 这就是他的果报 那很多同修 你就是道行逆时 为事犯戒 不如法行 对不对 当这些 你的福德 慢慢被消禁 当这个灾祸节 本来因为你学佛远离了 对不对 佛光 你沾了佛的光 灾祸节远离了 家里好像平安 所以你就觉得 供高我慢了 就觉得放心了 可是现在你的这种 福德慢慢被消去 再祸节又回来 你看你这家人 一个一个倒下来 这个也生病了 那个也没工作了 这个也被诈骗了 那一个人突然学佛 很发心 突然变得很邪见 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 你如果没有看到 我用麦克风在这里讲 有录影 我不敢讲谁 有一些他同意我讲的 你来找我 你都认识 我一件一件讲给你听 那叫县世报 铁证如山 讲的你都发抖 我可以跟你指出来 时间地点什么人 他以前怎样 他现在如何 就在我们道场 英国报应哪里有虚假的 所以你自己现在可以学佛修行 可以去修办 可以去承办 自他恶利 你自己赶快抢时间了 你不要以为我看看 很多人来给我引佛书 我可以你一直说 在这个法座上一直讲 一直宣导 好啦 你看 我来为佛导 做个我什么事 你这种心态做不了事情的 你有机会为佛门奉献 那不是主上修来的 就是你自己积来的 我可以为佛门奉献 姿态太高了 做不了事情的了 好像真的佛门很欠缺你这个 这个降采一样 少了你这个佛门就弘扬不起来 你这个就是偏差错误 有点像井底之蛙 那希望大家应该行转过来 你可以做佛事 可以牺牲奉献 可以利益众生 那是上天诸佛菩萨的赐予 你应该把握时间这样去做 不要再供高我慢 颠倒妄想